历未记 我知道你一直不愿意读这卷书 因为它很怪 现在一起来解决这个问题吧 你可能记得圣经故事一开始 讲的是人与神同在 但人因为悖逆被神驱逐 然而神仍想和人建立亲密的关系 于是他拣选了一个家族 他将通过他们来修复人与他的关系 就这样 神的同在降临在以色列的一所会墓里 真是太奇妙了 但这引起了一个问题 神的荣光过于强烈 连摩西都无法进入会墓 其他试图以不当方式进去的祭司都会死 等等等等 如果神的同在是美好的 为什么这一切会突然变成 对人类的危险呢 我们可以这样理解 神的荣光好比太阳 它是纯粹的能量和美善 那些不完美又瑕疵的东西 一旦靠近就会被毁灭 所以在《立威记》里 圣洁这个词用来形容神的纯粹和强大 好比太阳 既美好又危险 《立威记》的目的就是向我们展现败坏的以色列人 如何可以亲近神的美善 却不会被毁灭 书中描述了三种解决办法 对你来说 它们可能让人不可思议 但是别细气 跟着我们一起读下去 第一种是献祭仪式 第二种是祭司制度 第三种是一系列的捷径条例 书卷分为七个部分 每种方法都用了两部分来解释 这两部分说的是献祭仪式 这两部分说的是祭司制度 那两部分呢 说的是捷径条例 第一种方式献祭 涉及了许多动物计 《立威记》一开始就详细地记录了 献祭仪式的具体步骤 其中一些献祭的目的是对神表达感恩 另外一些是为了表达忏悔 《立威记》结尾出现了更多的献祭仪式 这些仪式讲的是如何遵守各种圣日和节期 目的是纪念神拯救以色列人 把他们从万国分别出来 第二种解决圣洁问题的方式 就是通过祭司 人无法直接进入神的同在 那会很危险 所以神拣选祭司作为特殊的代表 代表百姓进入神同在的会幕 这部分章节讲了一个故事 描述了祭司如何才有资格受高 并获得这个职份 另一部分章节解释了 祭司需要遵循的一系列更为严格的标准 因为他们的侍奉工作靠近神同在的会幕 书卷讲述的第三种解决方式是捷径条例 到目前为止 这是最难理解的部分 比如按照这里提到的标准 我们会特别担心自己是捷径还是不捷 换一种说法就是圣洁或污秽 要理解这些概念 首先要明白 当人在洁净的状态中 就可以靠近神同在的会幕 如果处在不洁的状态中 就不能靠近 所以对以色列人来说 随时清楚地知道自己是否够洁净 是非常重要的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一系列洁净和不洁的动物 按照动物们居住的环境来划分 分别有陆地动物 海洋动物和空中飞行的动物 至于为什么有些动物是不洁的 或者为什么触摸使用它们 就会导致人也不洁 经文并没有说得很具体 但经文却明确地说 要避开这些动物 才能让以色列人与其他国家民族的人区别开 同时也提醒以色列人 神的圣洁应当影响到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包括饮食 在饮食条例之后 我们会读到许多看似随机的律例 比如皮肤病 触摸尸体 如何处理体液等等 不过它们并非没有关联 这些事都是在以色列人眼中 与生和死有关的事情 生命是神圣的 因为神是生命的创造者 明白了 不过只是接触一下这些东西 就能让人变得不洁净了吗 没错 但要记住 形式上的不洁净并不是犯罪 只需等待几天 洗个澡 献祭 就能重新洁净了 真正要避免的是 不要在自身不洁净的状态下 进入神的同在 这个部分还有一些关于洁净的律例 是的 它们关注的是以色列人的道德行为 这些律法涉及到社会公义 健康的人际关系 持守性的真洁 按照这些要求生活 会让以色列人成为道德圣洁的民族 就能住在靠近神同在的会幕旁边 这就是三种解决洁净问题的方式 现在你可能会发现 这三种方式围绕着这卷树的中心 就是这儿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仪式 叫做赎罪日 是这样 以色列已经变成一个人口众多的民族 百姓犯的许多罪 很可能没暴露出来 犯罪的人也没得到处理 所以每年一次 祭司会选择两只山羊 宰杀其中一只 把他的血带进会幕 在那里 血象征性的遮盖 或赎回了以色列民的罪 这听上去有点古怪 是的 不过 接下来的一章 解释了这种献祭的意义 神说 血是活物的生命 这种山羊的生命 作为替代品被献上 他代替人接受了 神对以色列民犯罪的惩罚 这样 以色列人就不用再接受惩罚了 那第二只山羊呢 祭司会把双手 按在羊的身上 向神承认 全以色列民的罪 好像把罪 全都放在了 这只羊的身上 接着 祭司把这只羊 永远地放逐到荒野里 他被称为 戴罪的羔羊 我以前听过 替罪羊这个词 是的 这幅画面 十分让人震撼 它显示了神 如何满怀恩典地 来消除以色列人的罪 可是说实话 献祭这事 从整体上来看 还是有些残忍 没错 但你必须记住 在古代 献祭是获得神明 喜悦的主要方式 可问题在于 那些神明 难以预测 变化无常 你永远无法知道 他们是会放过你 还是继续找你的麻烦 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 我们看到 以色列的神 是一位全然不同的神 他会因为人类的败坏 而愤怒 但从来不会肆意妄为 他爱是人 所以才会提供这样一种清晰的方式 给以色列人信心 让他们知道自己获得了宽恕 尽管他们败坏 堕落 却仍然可以安全地生活在神的同在之中 这一点 让利未记在当时成为具革命性的宣言 以上就是利未记的经意 但这个时候 以色列人仍在西南山的旷野 他们需要找个地方定居下来 是的 那就是神应许给亚伯拉罕的那片土地 前往应许之地的旅程 是圣经下一卷书要讲的内容